細細粒陳嘉佳成功減磅 穿單變露肩衣 拍片澄清自己非P圖 不少網民向細細粒陳嘉佳請教他的減肥秘訣 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靠P圖 所以他急急澄清 38歲的細細粒陳嘉佳近年專注在內地發展 在抖音擁有超過130萬的粉絲 出名圓潤的他,體重高峰期達到300磅 但去年突然宣布要開始減肥 更成功減至176磅 不少網民向細細粒陳嘉佳請教減肥秘訣 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他靠P圖 甚至傳出他靠打針或抽脂去減肥 所以他急急澄清 而最近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條32秒的影片 留言說我沒有P圖,因為我真的瘦了 方法我會告訴大家 不過讓我再瘦一點 向120磅出發 影片中見到他穿單邊的路肩衣 用自拍方式去澄清 他說最近很多人問我是否P圖 錄片就是最明顯我是否P圖 讓你看看我的手臂 近鏡再看清楚 遠鏡看清楚 四個鞋都可以 臉還未瘦到 不過身體就很明顯 加油 舒奇現身泰國 穿搭超隨意 和李心潔一前一後 計斷不斷 舒奇和李心潔的平民look 由泰國 狀態依舊極佳 舒奇和李心潔分別是見鬼一 和見鬼二的女主角 早前也在香港發展 兩個人的關係一直都很好 而最近也被網民在泰國商場報禍 並且拍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兩個人的外貌都是逆靈生長 即使在樸素的裝束下 狀態依舊非常好 完全不像快要50歲 網民分享的影片中見到 舒奇穿著紅色上衣 長裙搭配著少女梁蟹 而李心潔打扮中性 兩個人一前一後在扶手電梯 計斷不斷 而網民發現舒奇走路時 有寒背兼請外巴折腳 而穿著紮身牛仔褲的李心潔 就有小肚腩 不過兩個人都快要50歲 狀態保持得算不錯 也有不少網民留言說 舒奇就連普通穿搭都穿得很漂亮 很有鬆弛感 隨便怎樣拍都好看 路人的鏡頭下 舒奇身材真的很好 舒奇打扮很隨意 也很生活化 小時候覺得她很醜 但現在是覺得她很漂亮 鬆弛感世界第一 旁觀者農曆七月拍停屍間場口 事前瘋狂哭 胡培惠爆被善男人鬧爆 那就不專業了 說到停屍間場口 胡培惠透露拍攝前很害怕 旁觀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九點半 在翡翠台播出 主要演員有 周柏豪、黃敏逸、吳若熙、羅天宇 馬冠東、廉詩雅、胡培惠、謝東敏、 周志康和鄧依廷等等 而炮嫂胡培惠這次在旁觀者裡的演出 也相當破架 由於角色大部分時間傳活在黃敏逸的幻想當中 所以每次出場都很有驚喜 其中最經典一幕 就是在停屍間的不同角落出現 陰森的氛圍 配合胡培惠搞怪活潑的演出 令到場口很有記憶點 另外為了突顯向情失去阿宇之後的失落 炮嫂又要挑戰吃垃圾飯盒和睡街等不同頹廢的行為 炮嫂在受訪的時候就說 這次演出可以說是過足氣隱 並且搞笑說最難就是踩ROLA的場口 我完全不懂踩 來到這個年紀才跟專業的老師上課學 但可惜那天天公不做美下大雨 那場戲也在室外公園拍攝 地上很滑很滑 監製和導演都怕我滑倒 到最後都是輕輕帶過來拍 很多位我只是上半身演戲 變相都沒得學耳之用 說到和黃敏逸有很多對手戲 炮嫂少賢就說私底下叫黃敏逸做老師 她說好多謝敏逸 我演戲真的沒什麼經驗 有時的酒位都不太懂 是敏逸教我怎麼留意細位 和教我講話語氣要平一點 不用這樣演 我和敏逸也有化學作用 就是我們對戲不可以四目交頭 如果不是一網就會忍不住爆哭 所以哭戲對我們來說沒有難度 說到停屍間的場口 炮嫂透露就說其實拍攝之前很害怕 而且也被炮哥善男文去到教訓了一頓 他說拍停屍間那天剛剛是農曆七月 拍攝之前在家很害怕 不斷跟炮哥說很害怕 大吉利是不想拍 炮哥就勁鬧我 他說你這個人不不專業 你演員來的嘛 怕什麼呢 個個都是這樣演的 第二天去到片場 我又跟敏逸說很害怕 他都說沒事 反而被敏逸一說 我的心就頂了 而除了出場場口特別 炮嫂的裝扮也相當精彩 由三十歲做到五十歲的他 在劇中的造型很漂亮又很多變 除了有多款短打 也有不少造型是Y2K風格 至於炮嫂這些青春打扮 其實並沒有違和感 雪白的肌膚加上收場的尾腿 和健石的腹肌相當搶flow 即使演繹三十歲的少婦也很有說服力 說到Y2K 炮嫂就說其實是用假髮上陣 並且多謝服裝為他準備了 至少十套八九十年代風格的造型 說到他的keep fit 心得 他就說 幸好本身身形都算穩定 我也有做開運動和找PT去訓練 至於飲食方面 我就沒有特別介口 我什麼都吃 但如果今餐多吃了 下餐就會吃少些 拉上補客 蛇絲曼點名大讚何依庭聰明 細攬攬合照粉碎不和傳聞 蛇以實際行動打破不和傳聞 蛇絲曼憑著劇集《新聞女王》中 Man姐這個角色橫掃多個獎項 成為三料事後 蛇在頒獎禮的台上 逐一與劇中演員攬攬 但未有攬何依庭 令到不和傳聞甚囂塵上 而蛇之後 也在IG上鋪出多張 和《新聞女王》的演員 攬到實的合照 當中包括全不和的何依庭 更加一人讀得兩張上位 蛇點名大讚何依庭 她說想說說這個妹妹 何依庭 第一日《新聞女王》遺讀 給我的印象 不是很出聲 但很有主見 接著第一日開工 手藤腳鎮 不過很用心 忍不住告訴她應該怎麼做 連續開了兩天後 她跟我說 原來演戲是這樣的 果然是學霸 很聰明 現在出來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不錯啊 我曾經都是新人 新人是需要大家的包容和慢慢接受 大家一起給她一點時間 隨曉明 我期待你的脫便 不要令Man姐失望 加油 和吳葉坤大阪街頭語中派傳單 黃忠澤人氣高企獲讚 哪裡都有粉絲 有網民在大阪偶遇 正在拍攝當中的黃忠澤和吳葉坤 更讓粉絲重重包圍人氣高企 43歲的Bosco黃忠澤 憑著蝶影追擊 得到TVB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23 大灣區最喜愛TVB男主角 這也是她入行以來 第一次得到男主角獎項 早前黃忠澤跟著發正先鋒錄 幸存者的舊熟的拍攝團隊 出發去到日本拍外景 有網民在大阪偶遇 只是拍攝當中的Bosco和坤哥 更讓粉絲重重包圍人氣高企 在網民曝光的影片當中 看到Bosco和坤哥現身大阪 一邊擔著借一邊去到派傳單相當落力 也吸引了不少粉絲圍觀 而這名網民更加留言說 一大早就見到黃忠澤在日本拍戲 本人真是超級瘦、超級帥仔 也有粉絲留言說 帥仔到爆的黃忠澤 哪裏都有粉絲 跟黃忠澤 一樣 想說 一段時間 我們會來自 hab不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